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一对一还是班课呀 一对一的课 然后就是Jackie老师和Levander老师 那这两位老师在一对一的课程里面有给到我们怎样的帮助呢 帮助还挺大的吧 因为之前就是我也不了解 包括那些C0题啊 然后还有特别是RA 我之前就完全没有把这题当回事 我就觉得就读对了就行 然后之前考试就还读得苛刻板板的 然后我不是就声能比较弱吗 然后那个Levander老师就一直帮我强调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是现在读RA 就是一看到题目开始读的时候 就立马换一种状态 不会像之前那样就声音特别虚 然后也录不进去那种 就像他如果没有掌握了 适合自己的方法和技巧 然后也把之前以为不重要 其实非常重要的提醒给重视起来了 特别是RA对吧 对 看起来很简单 RA看起来很简单 就读出来嘛对不对 谁都会读 但是怎么样去读了拿高分 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 那Niti同学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一对一的课程之后啊 我们复习了多久 拿到这次高分欺诈的好成绩呢 五六个月 因为周一到周五在上班 然后只有晚上复习 然后也不是每天就比较拖嘛 因为我还要带孩子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 又要备考要带孩子的全职妈妈这种 那这样复习起来确实很辛苦 那其实你的经历也能鼓励到更多的其他 跟我们有类似情况的同学 那所以我归纳总结一下 那Niti同学状态就是周一到周五全职上班 然后平时还要抽空带孩子孩儿 然后还要去挤时间出来学PTE 所以整体的备考时长的话 我这边看了 Niti同学是9月20号 21年9月20号入学的 那最终拿到目标成绩是在22年的3月19号 那这个跨度是一个半年的时间 那如果跟Niti同学情况比较类似的同学 可以参考一下他的备考时间 那既然聊到备考时间 那Niti同学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每周我们大概能投入多少个小时 在PTE的学习上面呢 多少个小时 我可能每天晚上真正学的时间 说真的可能也就一个小时吧 那周末呢 就是周末可能时间会多一点 加起来两三个小时 OK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一周我们真正用到PTE的学习时间 大概十个小时左右 对吧 对 反正不是很多 所以其实半年的时间 然后刨除上课的时间 就大概能用在PTE的学习时间 大概两百多个小时 对吧 好 那Niki你觉得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每周有限的十个小时的复习时间里面 听书读写 我们大概是怎么样去分配的呢 我是 肯定是WFD是最主要的嘛 然后我一开始是只是被就是基金上的题 但是后来发现还是要听原因 就是听原因的话 跟考试会比较接近嘛 然后有些单词考试的时候 它原因 就是你会听不出来 但是你如果跟着提炼的话 就是会比较熟悉 然后写作其实我没有怎么花时间 我就是每天把模板 就是默写一遍 每天默写一到两遍 然后考试的时候 我就先把模板给打出来 大概花五分钟 然后我吃下的时间 就是去按那个ABC的形式去写 然后就是写作分子一次比一次高 对我们这次写作拿到了80分 相当于雅思8分的成绩 所以其实公式法是非常的好用 对吧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时间比较零散的同学来说 掌握方法比死精卫更好用 那Niki同学 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在整个PT的备考中 我们有使用哪些大西瓜的备考材料呢 然后你最推荐哪一个呢 备考材料就是群里每次发的 像SST的最新版本 我都会下载 然后易轻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着那个在线真体连 每周二更新的预测 咱们有用吗 对对对 那个我都下载 然后我每次都会根据他更新的那个来看 嗯 那既然聊到这些学习材料啊 那我们在这次的考试中 像WFD啊 SST啊 面中情况是怎么样呢 其实WFD基本上每次都是原题 然后然后SST也是 那那我们在这次的考试中啊 WFD我们有去试词吗 有我每次都试20到30个词 然后我会把就是自己经常漏掉的那些什么will啊 然后还有那些借词都打在后面 就是如果说 嗯我不太确定的话 嗯 那这次考完之后多久出的成绩呢 3点 那开始考5点 3点20 5点20结束的 然后是晚上9点左右 9点多 嗯 还是10点多 OK 所以其实从Niki同学的这个出分时间能看出来 WFD疯狂试词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出分速度 它也是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出分的 对 好 对对对 我之前试很多词也是就两个多小时就出分 嗯 所以担心试词会影响出分速度啊 的同学啊 不用担心了 咱们这个Niki同学亲身例子就能很好的证明了 那下面一个我们想了解就是在整个PTE的备考中 我们最有心得的是哪一部分呢 嗯 我觉得就是RA吧 因为 对因为我阅读阅读之前一直没有 基本上没有上过60 然后就是说 就是RA给阅读也够分挺多的 然后就每天就会练RA 练很多句子 然后去找一下感觉分译群 然后诗报那些 就就是练很多 嗯那既然聊到RA啊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拉伯德老师在我们的一对一课程之后 有帮我们去改RA啊 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口语作业吗 有啊 我每次交作业 然后SX的 他都 就是 当天或第二天都会回复 然后 就根据我读的来 来给我纠正一些发音重 或者是 嗯 对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拉伯德老师给我们改作业 他是只在上课期间改的还是一直改到我们这次拿到目标分为止呢 他一直在帮我改只要我教了他就会帮我改 都这么久了 嗯 好 那我们今天 最后一个想跟NITI同学了解的问题就是 作为一个备考时间极度有限 然后又要出时间带小孩以及全职工作的宝妈来说 那整个PT的这个备考过程走下来哈 那我们有什么想对现在还在备考的同学分享呢 我觉得就是不要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吧 因为我是 我其实挺焦虑的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老公就一直也没有给我施加压力 就是就是你只要努力了就总会出成绩 像像我昨天那一场我就感觉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我觉得也没有遇到之前那么简单 昨天其实是稍微有点难的 但是但是最后就还是过了 就是就是努力到了就会有收获 还有就是我之前觉得阅读就靠运气嘛 我就不太想复习就想躲避这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阅读很弱就凭运气 但是就发现不行 因为因为你愿意是躲哪一部分 我就发现他的体就愿意给你卡在哪个部分 所以就就一定要去哪儿弱 就去看哪儿对多练习 相当于要就是勇敢面对自己觉得难 或者是觉得无法克服的事情 对吧还是要战胜自己对吧 对对就不要不要假的去贫运气 像考试时候遇到简单的这种想法 而且其实通过Niki同学例子也能看出来 考简单的时候呢 反而分数不是那么理想 考难的时候反而分数超级理想 就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遇到很多同学可能说 哎老师我觉得这次不行 因为太难了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反倒为同学感到高兴 因为为什么难题的容错率一般都会比简单题要高很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所以大家就是还在备考同学一定要保持这个良好的心态 遇到难题反而是件好事 因为这样子的话它容错率会更高 遇到简单题反而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这样子你简单别人也简单 它容错率就低了 稍微犯一点错误 哎我们的排名就到很厚很厚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及时调整好这个答题心态 以及考场上的心态 好 那我们感谢Niki同学 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PTE备考经验分享 我们本期的PTE大西瓜成功学子访谈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